我觉得今天自己整体发挥还是不错吧 因为也知道像遇到梁静芬这样最好的选手 你必须在一开局你就要全力以赴 去争取有优势或者是打出一定优势 不能等着对手来拼 所以今天赛前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在赛场上自己也做到了 虽然前两局都是10平以后才赢 但是自己其实在开局方面 一局7比3 一局7比1 还是在这种领先的时候 没错好吧 才有最后打到90比10这样的机会吧 因为其实第二局自己领先还是挺多的 然后也觉得这局还是非常关键 然后自己也浪费了两个赛点 第三个赛点的时候 自己也是希望能够重新再调整一下吧 然后可能也是 因为前两个球自己处理的也不错 但对手打得更好 在赛点的时候 但第三个球我觉得自己还是调整 让自己能够别着急 还是按照之前这种技战术去准备吧 第三局一上来就感觉打开了 当时是 我觉得2比0领先以后 人可能整个心态会更好一些 然后那几个球 我觉得自己也都是在自己这种计算的范围之内 所以整体来说那几个球自己也都猜到了 所以出手上显得 再加上心态更好一点 我觉得出手上也会更流畅自然一点 其实上一次 两张国际的单打赛场是怎么会 特别的这么多 会想念这种氛围的感觉 对会想念 但其实也会感觉到紧张 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样正式的比赛 所以再回到这样的赛场 然后在现场有这么多观众看你的时候 这种人的这种紧张 我觉得还是会随之而来吧 这样其实反而也让自己能够更加专注 毕竟这么多人去看你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最好的表现 无论是风险给电视机前 还是来到现场这种观众 我觉得他们买票能够 希望看到我能够去全力赴比赛吧 会更加亢奋吗 我觉得亢奋倒还好 因为你比赛的时候 你需要去能够冷静吧 这次来到澳门比赛 感觉整个的赛场范围和整个的服务 我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好 因为自己其实来到澳门 已经有很多次比赛这样的经历 然后这次再来 其实他们我觉得比之前服务的更好 因为他们可能举办过很多次比赛 他们更加有经验 然后无论是赛场这种布置 包括这次WTT比赛 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 因为是第一次WTT比赛 也算是尝试 经历一年 其实我们也没有参加WTT的比赛 但是再次参加 我觉得这种感觉上 应该来说是跟之前这种场地布置 包括赛场灯光这些东西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吧 我觉得不敢给自己定目标吧 还是一场一场去打吧 其实赛前也害怕今天也输了 可能连续两场就结束了 所以自己并没有给自己太大目标 但更重要的是在赛场上 无论是哪一场 无论是第几轮嘛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全力以赴去比赛吧 老师一问你 今天现场非常多球迷 有你加油军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确实非常感谢他们嘛 因为毕竟是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又离春节又这么近 然后还会有这么多球迷来到现场 为我们加油 还是非常感动嘛 所以对我来说 也希望能够用自己最好的表现 去回馈他们 然后我觉得这样做也是 对得起他们买的票吧